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仲花燕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花蓮耶 然後我剛路過看到有一邊叫做 美妙藝園藝 我看了一下裡面品項還不錯 我們來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首先看到門口這個 在花蓮竟然有這個叫做 賣棒棒糖的這個 雜色馬鈴丹 這是馬鈴丹 然後它只有保留一條主絲 然後做成棒棒糖的樣子 另外這個是珠井 它也把它做成棒棒糖的樣子 開花的時候也蠻可愛的 那這個是蕾絲金鹿花 那蕾絲金鹿花呢 它有紫色的紫色的品種 其實蕾絲金鹿花 它結種的時候也蠻漂亮 會變成金黃色的種子 種子變金黃色 進來裡面這一區 它就有一區非常厲害的這個鹿角爵 那這個是巨獸鹿角爵 這顆是巨獸 還蠻大顆的喔 大概有 1.5公尺那麼大嘛 很大一顆巨獸鹿角爵 然後它這裡也蠻多的喔 像一些銀鹿啊 爪襪啊 普通鹿角爵它都有 好 然後看看這一顆 這一顆我覺得蠻漂亮的 這一顆叫鹿角石尾 應該不是鹿角爵一種 但是它很漂亮 長得很像鹿角爵 它也是這個二叉的 二叉的葉子這樣 很可愛 好 然後 看到這裡 這個還有一小區鹿角爵 像這個是 象耳鹿角爵 象耳鹿角爵 葉子很大 很可愛 它這個是窗簾爵嗎 我不是很確定 這窗簾爵 照顧的也不錯 然後它都有依照它植物的特性 來做一些布置 像它這裡的黑網就架的那個 幀數是比較高的 比較遮蔭一點 這裡有一個台灣在山上很常見的 這個叫癌漿爵 那它通常會長在大樹上 然後會很大一坨 然後它這個 那個葉子很多的時候 會包覆到落下來的葉子 然後成為它的養分 這個叫癌漿爵 好看一下 哦這個是兔角爵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種 它的重點就是它的 這個甲鏡的部分 會長出一些小龍毛 然後像小兔子的尾巴一樣 叫兔角爵 像小兔子的毛毛的角一樣 兔角爵 然後這裡有種了一些 函花 這個叫石松嗎 這個是不是石松啊 這好像是石松 我要查一下確定一下 你看它這個已經開始在開花了 它是裸子植物的一種 這是它的花絮 這裡還有種 哇這個很大耶 這顆是豬籠草 但是沒有結豬籠 我們去看一下有沒有結豬籠的 哦這裡有一顆 它的豬籠草 豬籠結得很不錯 它的這個補蟲籠結得很好 很多 它的品香都還不錯 好 那門口這一區有一區 蠻特別的 它這邊放的都是一些 香草植物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魚心草 它魚心草要250塊 這個是花蓮地區 花蓮地區有些植物是比較貴 沒錯 因為它必須要運過來 那另外這個是香蘭 這個在原住民的這個料理裡面 很常出現 香蘭 這個味道很特別 好 欸這個我沒看過 這叫客家麻草 這個我沒有看過 不知道什麼東西 很特別 那比較特別的 它在左邊這一區塊 全部都是這個 果樹 它果樹的品種還蠻多的 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好 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應該是牛奶果對不對 這是牛奶果 牛奶果葉子很特別 你看它的葉 它的葉背是金黃色的 牛奶果葉背 牛奶果葉背 很特別 喔 這個很趣耶 這是迷你火龍果耶 它跟火龍果是同一屬的嗎 它真的有火龍果耶 這個我沒看過耶 迷你火龍果 欸這個很特別 好 好 這裡有一顆覆盆子 那覆盆子我之前事實上是有種過 可是沒有開過花 覆盆子 好 它的這個很大 它的果樹區蠻大的 至少有個快一分吧 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蓮霧 那我覺得台灣是很適合種蓮霧的地方 可是蓮霧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蓮霧非常怕下雨 一下雨就落狗 你看這果都已經掉光光了 蓮霧是非常怕下雨的 不過種在盆子裡面 本來就很難長得好 然後這裡也有種梨子 那梨子我們知道都是秋天的水果 現在已經在結了 你看梨子 有看到嗎 有梨子 然後大家有看過梨子開花嗎 那台灣的梨子通常都是高階梨 那這個是自然的花 所以長出來應該是本土的梨 本土的梨比較酸澀一點 哇這個是那個 手指檸檬耶 這麼大顆的手指檸檬 我第一次看到 它的檸檬很大一顆 它裡面的果肉非常細緻 很小很小一顆 手指檸檬 好 這裡還有一區多肉 這多肉長得比較好一點 這邊 哇這裡有一區多肉耶 長得很不錯喔 很難想像 因為花東這個區塊呢 它的植物是 從西部運過來 是比較少的 那個運費太高了 不過這裡的品項還蠻多的 欸 居然有種紫藤耶 這個應該飆錯了 這個是中國風花紫藤 這個也是中國風花紫藤而已 這看夜序就知道了 這個飆錯了 好 喔這裡有不錯的那個 哇還有盆景樹耶 它這裡居然連這種大型的景觀樹都有 像這一顆是白水木 很大一顆喔 然後 這邊有這個 我之前影片有拍過 那個田圍的 輝豐原藝 就是種這個 全部都是這個 這個是 九重葛 來看一下九重葛 它這個九重葛 也絕大部分都是 嫁接的 九重葛的花 其實不是它的花 它是它的包片 真正的花在裡面這個 真正的這個裡面 這個才是它的花 外面是它的包片 很不錯喔 它九重葛品種還蠻多的喔 不少 十個品種以上應該有 九重葛 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裡種了一片 一大片孤挺花 那孤挺花 我們之前在雲林有介紹過 這個四季是長春園藝的孤挺花 那現在孤挺花不是花季 不過是開花應該蠻漂亮的 而且孤挺花很好種 那接下來進到它另外一個 有遮喝一碗的地方 那這裡種的就是一些 官葉植物 我看了一下 OK 有一些蘭花 然後有一些 鹿角蕨 鹿角蕨 鹿角蕨還不錯 但官葉植物比較一般一點點 沒有一些特別的品種 好 這裡還有一顆非常大的這個 樹葡萄 非常大喔 好 欸 介紹在這顆好了 這個我非常喜歡喔 這一顆叫做韓孝花 它的花很香喔 它的花長這樣子 欸 欸 這它種子耶 它的花 它的長像它的花 沒有花 喔 這裡有花 花苞 好 它的花包打開之後呢 裡面會是一個白白的花 很香很香 它雖然沒有開花 現在也是蠻香的 好啦 那就以上 跟各位分享這個 花蓮的美妙藝園藝喔 很特別喔 在花東地區的園藝店 真的比較少 這一家看起來品項還蠻充足的 但是我必須得說喔 東邊跟西邊的這個價錢 真的差蠻多的喔 因為東邊的這個植物都要從西邊運過來 它的運費加上去 我覺得以東方來 東邊來講是合理的價格啦 要不然你去 專程去西部買喔 也是比較不划算 但這邊品項還蠻齊全的 而且植物的品項也都不算太差喔 照顧的也還行 好啦 那就是以上跟各位分享 這個東部的園藝店啊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我歡迎給你 歡迎你分享給所有愛中華的好朋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